勞基法修法闖關成功之後 蔡英文政府執政的戰場 接下來還要繼續要面對的是 國民黨發動的反對 核災食品解禁公投 另外還有同志婚姻修法 等等的挑戰 在勞工團體的抗議聲中 勞基法修法闖關成功 不過日本核災食品解禁議題持續發酵 政大在野黨 國民黨啟動反核實公投 行政月二十五號將舉辦的首場食安公廳會 國民黨也將發起萬人包圍行動 也號召孫露希等知名食安學者 成立守護食安公投聯盟 希望喚起民眾對食安的重視 政黨應該要瞭解 絕大部分的民眾是怎麼想的 所以我覺得有這麼一個公投 是一個合法的 而且等於是我們國民的一個 可以有的享有的權利 由於民意反彈聲浪大 國民黨蓄積能量要展開守護食安大戰 也凸顯蔡政府即將面對的執政挑戰 還有四大戰場 包括核實開放 同婚修法 促轉條例 以及年金改革 現在國民黨急著引爆食安地雷 新政府也急於掃雷 藍綠壁壘分明 由於現在傳出面對核實進口議題 府方已要求衛福部和食藥署檢討因應 不要再重蹈勞動部處理勞基法修法的復徹 李允潔認為民進黨政府確實開了太多的戰場 讓國民黨有操作的空間 如果持續惡鬥又會回到惡性對抗的老路 絕對不是全民之福 記者陳嘉欣 張子佳 台北報導